银行石油等权重股大幅杀跌 上降指数走弱 那么两个指数走势是分化的 今天是二八行情 但是盘面呢特别热闹 小盘股涨得好啊 所以说实际是情绪是有了大幅的缓和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种二八的反弹的行情能不能持续能不能延续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 齐明明确表达观念 我因为这个地方的反弹的概率不是很大 应该说有点可能会复杂的反弹 这个有可能就是在一些局部的板块和个股段中产生 说全面的反弹 像今天这样的 还是说四千多只股票的上涨 这种概率比较小啊 今天呢应该说还可以 因为他今天全田成交量呢达到了六千亿 不管怎么的 叫昨天放大了一千亿 毕竟是有一些活水进来了 那么呢我们发现呢 说人民币大幅升值 那么说有一些钱肯定会回落 另外美元呢进入到降息的周期 那么我们回落热钱回来 这是大概率事件啊 这毋庸置疑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发现 大家发现发现 护士300尾盘是往前一跳的 另外呢我们今天发现 石油也是大跌的 鸡桶油你看 前天石油涨的是不错的 今天呢石油涨的最好呢 今天已经把那阳县给干掉了 另外有些宗字头也在大幅下跌 另外上升指数呢 今天走的是比较弱的 你看今天还出了一个新低 而且呢从日先生情况下 你看不出来任何止跌信号啊 小周期就更看不出来 这不是标准的空头排量 尤其这个尾盘 那个一跳 令我们担忧 另外呢大家再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说多数的板块是上涨的 但是都是在底部起来的 第一颗阳线 而且那个力度还不是太大 你说主板那块 长得最好的就是白酒 那么白酒的午后 全中国也罢他并没有创出来 午后没有创新高 实际午后是略向下 重心略向下倾斜式的 所以说昨天明天是不是会出现回落呀 这都是一个问题 另外你几个后面再说一个半导体 半导体呢应该说 午后在这个位置两点钟的时候 他也创出新高 但是后面也回落了 综上看吧 我感觉这个地方 这个反弹应该能延续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式的延续 交易上呢我们不要太过于激进 保持有点仓位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下周 下周我判断的会有大级别的机会 今天呢 今天上量指数是日线的低期 今天呢再次出现绿毛 说明天再次出现日线级别的动画 那么明天是周五了 时间节点到下周 所以说下周这地方是第四次的动画 在面临着大幅调整之后的距离前低 很近的这样的位置 下周如果要能起稳 那就真真正正起稳了 如果要是不起稳呢 这个小票再谈一谈之后 可能还会重回震荡的走势 这种概率是存在的 我们总结一下 反弹可以做 但是呢难度比较大 仓位别太重 别太激进就可以了 然后呢看一看情况再说 看看他一定要形成共振式的上涨 形成合力 才能真真正正的稳住 具体的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20直播间再来应对